你吃过母猪肉吗?老一辈看来,母猪肉不能吃,尤其是已经下过载的老母猪,这些母猪肉肉质纤维较粗,吃起来有很大一股骚骚味,很难去除,加上生育食。 各种饲料,激素的滥用,也可能会导致母猪肉中激素含量较高,因此母猪肉也被称为发物。 另外网上也有传言,母猪肉营养差,还有免疫球蛋白这类危害人体的物质,因此绝大多数人都不建议食用。 生活中,我们在市场上购买的猪肉,很少会有母猪肉,但市场并没有规定不准售卖老母猪肉,这也意味着,老母猪是可食,并且是允许上市的。 但市场管理部门也明确规定,售卖母种猪肉时,需要明确标注清楚,而且不能与其他肉猪混到一起兜售,否则就属于欺骗消费者。 过去农村很多人都会养几头猪,之中基本都会带有母猪,不过母猪并不是养来食用,而是养来生猪在卖前,以此补贴家用的。 但母猪繁育次数多,失去繁育能力后,它就会面临淘汰,不过却很少人会把自家母猪直接杀来吃,而是卖给猪贩子。 农村很多地方,经常有人专门开着三轮货车下乡晃悠,收购老母猪,这些老母猪体型一般都很大,肚子孕育痕迹十分明显,懂行的人都知道这些猪,都是生过几窝猪仔。 工程身退的母猪,母猪生长周期比较长,繁殖能力下降后,就基本不剩什么价值,因此很多农户会将其卖掉,不过这种猪收购价格不高,比正常生猪的收购价格低很多, 但也足够普通人家各把月的生活费。 为什么猪贩子们专门下乡收购母猪呢?他们买来干嘛? 由于母猪肉比较骚骚,不受消费者所喜欢,因此大部分的母猪肉都是流向食品加工行业,用来做成包子,速冻饺子等食品的馅料,有的也会做成零食中的肉腐干。 一些价格便宜的香肠中,所用的也是母猪肉馅,这些母猪肉往往会被搅成肉泥,然后再放入香精等调味, 让消费者无从辨别。 在食品行业中,老母猪肉最受肉松加工厂欢迎,因为这种肉类一斤只要六七元,成本价低廉,而且其肉质纤维粗,也很适合用来制作肉松。 相比之下,普通且相对昂贵的猪肉,制出来肉松口感反而不好。 此外,母猪猪皮厚实,皮与脂肪分离简单,加工起来方便,制出的猪皮冻非常有嚼劲,因此生产猪皮冻的厂家也尤为偏爱老母猪。 由于老母猪价格便宜,一些不良商家也会将老母猪肉处理后,以次充好,将其混于普通猪肉,甚至在加工后直接荡成牛肉,驴肉出售,从中赚取利润,且不说经济损失。 这些老母猪往往没有经过正常的检疫,安全质量无法保证,一旦吃出问题,后果不堪设想。 因此,大家农村即使购买肉类品时,也要注意辨别,避免买到品质不好的母猪肉。 那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母猪肉呢?你觉得它味道如何?